仁爱香农会日前举办2017冬季高山茶王竞赛颁奖的活动 现场除了举办五月冬炼茶会 让参加的乡亲都能够品尝到获奖的茶品之外 特别也与戴玉林朱雀红茶为主题 举办朱雀云冰茶会的活动 以茶碗泡的方式来呈现高山红茶的独特韵味 先议员廖文贤表示 仁爱香物产丰富 尤其以茶乐品质文明全台 也勉励仁爱香公所以及农会 都能够持续来推广仁爱香的产业 让农民都能够发展起来 我想我们仁爱香机缘非常的丰富 无论是各种农产品 无论是茶叶 水果花卉 还有高冷蔬菜等等 种类非常的多 我们还是请荣会 跟我们工部们 大家都能够同心协力 在接再厉 为我们仁爱香的整个 产业的发展来努力 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农民 都能够赚大钱 由于南投县茶叶品质都非常的优秀 县长林明珍除了感谢各农会的用心之外 也表示县府也会结合活动的举办 来帮助茶农行销 台湾最好的茶就是在南投 南投最好的茶就是在我们的八大茶区 我们再次的感谢我们农会大家的用心 为我们辅导我们的茶笼能够做这么精致的好茶来品尝 那么我们县政府也就能够配合我们农会 积极来推广我们的茶叶 今年的邓会 我们也鼓励茶农能够到我们的邓会会场来继续行销你们的好茶 给我们全国的老百姓来品尝 由于近年来茶农制茶的技术上都有所精进 茶叶的品质也提升了不少 副一长潘一泉除了肯定茶农的用心之外 也呼吁炫富农业处能够更用心行销南投县的农特产品 让农民都能受益 记者陈伟一仍然相采访报导 这样的问答案 7月1日 1日 2日 2日